来到这个德国的街道 这条河就是班贝格里面最有名的那条河 叫做Fluschracknitz 这里有一个街道 很有历史 这里有段故事 1953年的时候 人们开始过这条河 当时的德国不是用欧罗 是用马克 那些成人可以给10个毫子 即是1毫子就可以过到这个街道 那时候过这条街道就两分钟 如果你有单车和婴儿车 加多5线就可以过到 2分钟 其实它完全用水力 这个设计是很聪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这里有很多浮坡 它们依何而见 就码死了浮坡 其实有些人是想管 这架船 能行这架船 就把这架船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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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这个顶那里 然后呢 它就由得 那架船这样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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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对面按 那就可以 成功过按 就不需要用人力 亦都不用用这个机器 那你就可以单靠水流就可以过到河了 那你打算这样会搞好久 其实两分钟就过到河了 还有呢 有趣的东西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突然有一条桥踏起了 就让人可以如果听到有这个凶杂警报 那些飞行的那些热线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过到条河了 不用钱的过到河了 还有可以躲进防空洞了 那接着呢 因为现在是coronavirus的原因 那所以就没有人去负责去搞这个街道 那还有其实它是重建的 2010年的时候有一帮高校的学生 他们重新去设计 启动这个project 那所以现在就有 但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过到河 我们要用不知道 绕一个很大的远路 在那边才可以过到河 有机会我都想过河去那边看看 那以前的景象就是这样的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